脾胃不好 别乱补 尤其是这种舌相 一旦脾胃不好 千万不要乱补 尤其是这种舌相 这个人是41岁的一个男同志 他有了78年的慢性老胃病 叫慢性胃炎 说平时胃肠非常不好 不想吃饭 经常腐胀 打嗝大便膝 出汗多 尿频 我们发现他舌质蛋白 舌体胖大 还有舌尖这个位置是发红的 舌胎是白逆胎为主 两边有齿痕 中间有裂纹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脾胃虚弱 中焦不通 还有心肾不焦的一个现象 如果说这种情况直接去进补温补 他的脾胃根本运化不动 再加上弹食内剩 他不光补不进去还会加重新火 会进一步损伤肾扬 所以说第一步是要恢复脾胃的功能 我们可以用逍遥玩搭配食灵白猪伞这两个组方药 注重疏肝 健脾 大通中焦 然后再去补肾阳 降新火 他不太能解决了 说摄像是两个组方法 各自合的组方法 我们可以用逍遥的啊 只有这种状况